爱家人 从关爱自己开始 请与您的医生咨询有关接受乙肝检查的讯息 好 老婆 别担心 我会处理 好 待会儿见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哦 好棒哦 您是一个贴心的丈夫 优秀的爸爸 但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乙型肝炎是很重要的 接受检查 能帮您照顾自己 也能保护您的家人 我答应你 我可以去做乙型肝炎的协议检查 爱家人 从关爱自己开始 请与您的医生咨询有关接受乙肝检查的讯息 City of Hope 这里知名的科学家与医生合作 快速把新疗法从实验室带到病人身上 这里是医学创举发源地 这里唤醒免疫系统供给癌细胞 研发治疗癌症的智慧药物 引领生物科技革命 我们创新疗法 帮助悬疑 真心关怀 承诺真正的希望 City of Hope 世界首屈抑制的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本节目由City of Hope 赞助播出 无论快节奏慢节奏健康生活最重要 欢迎收看健康慢生活 我是雪桥 每天为您传递健康资讯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每年都会发布最新的营养标签指南 包括每日食用份量 包装份量 需要限制摄入的营养素等等 很多信息 今年也不例外地更新了一些细节 需要我们在查看标签的时候 多多地注意 那么新版的营养标签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们该看哪里呢 今天依然是要连线我们资深的营养师 黑总来给大家讲一讲 黑总你好 雪桥你好 我们知道每年都会有最新的营养标签的指南版本出来 那我们今年的新版本的营养标签里都有哪些不同呢 你能够我们解释一下吗 应该看什么呢 在我手上这个呢 就是全新的一个营养标签 然后我们看到呢 这个标签最大的分别跟以前不一样呢 就是那个煤气的食用份量 以前呢是很小的 现在呢它把它放大了 比较容易看到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特别是你比较两个食物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比较同样的分量 然后呢就是那个卡路里 因为呢现在我们都很注意我们的体重嘛 那所以我们知道卡路里的现实不可以过量 所以呢它把卡路里的那个 那个数字呢也把它放大了 然后呢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它现在有一个叫加天糖 就是在总糖分的下面 那加天糖呢就是代表 它是在后期在食物加工的时候 加进去的糖分 那这个呢我们需要知道 因为我们不可以摄取过量的糖 那天然糖跟加天糖有一点分别嘛 那所以加天糖方面呢 男生每一天不可以进食超过36克 女生不可以超过25克 好的我明白了 谢谢黑豆老师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这么多的健康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凤凰卫视每周台官方微信平台 您感兴趣的 所有跟健康生活有关的话题 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每日健身 跟着教练动起来 双手举起来 手挡和带起 看大幕和天花板 土鞠向前弯 腿贴直可以弯膝盖 不用勉强 吸气 手跟脚都对齐 身子向前拉 背要平 肚子要缩 向个道过来90度 土气 拜悦 身子向前弯 让身子跟腿切近一点 吸气 脚站稳了 转动我们的膀子 回到我们的盲腾 双手合在一起 看大幕和天花板 尽量拉高拉直 土气回到心口 放在身子两次 回到我们的起点